阿祖法和莫森今天签订土地买卖合同 没听错 阿祖法再一次和莫森达成交易 花费一笔费用 在城里购买了莫森的一块土地 作为重建家园的坚实基础 尽管这是阿祖法来到城里的第二天 但是城市生活的便捷性很快就显现出来 一大早 摄影师就从附近的便利店带回了丰富的食物 为阿祖法和女儿阿依达提供了一顿营养的早餐 在享用了摄影师精心挑选的零食后 阿祖法和女儿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他们喜树一心 精神焕发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阿祖法带着阿依达在空旷的土地上忙碌着 收集干柴 准备升起火堆煮一壶热茶 这不仅是对一天辛劳的准备 也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他一边熟练地处理着手上的工作 一边时不时望向远方 期待着莫森的到来 他们之前已经约定好了 今天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他们交割土地合同的事宜将在今天完成 这份合同不仅代表了土地的所有权转移 也意味着是阿祖法的新生活 可以得到一个合法且安全的保障 在阿祖法正忙碌的时候 莫森如约而至 驾驶着他的卡车准时出现 他深刻理解阿祖法对重建家园的迫切心情 因此在打过简短的招呼后 便迅速进入了正题 与阿祖法商讨出售土地的具体事宜 莫森手中拿着合同和测量工具 与阿祖法一起讨论着土地的细节 阿祖法心中有明确的计划 他打算购买100平方米的土地 作为未来家园的基石 两人在挑选土地的过程中配合默契 很快便确定了土地的位置 并准确测量出了所需的范围 在测量的过程中 莫森主动提出让阿祖法多测量基米的土地 作为给他女儿阿祖达的一份礼物 这份意外的馈赠 不仅是对阿祖法未来家园的一种支持 也是对年幼阿依达童年的一种祝福 莫森的慷慨之举 更是让阿祖法感到了久违温暖 他对莫森的帮助和慷慨 表示了深深的感激 他知道 这份慷慨不仅为他减轻了负担 也为他的家园增添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 测量完毕后 阿祖法和莫森步入了签订合约的正式环节 莫森从手上文件中取出了关于土地买卖的合同文件 两人细致地审阅了合同的每一项条款 在相互对比和确认没有意义后 莫森将合同正式交给了阿祖法 而阿祖法也递上了他早已准备好的现金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 莫森的慷慨精神再次显现 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土地出售给了阿祖法 这一举动极大的减轻了阿祖法的经济负担 使他能够用手中的现金完成支付 否则如果价格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阿祖法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困境 在愉快地达成这次的买卖合作之后 莫森还提出 可以帮助阿祖法从以前旧房子那边 把一些可以利用的材料拉运过来 这一提议让阿祖法不禁眼前一亮 这确实是另一份意外的惊喜和感激 他原本正为如何运输这些材料而犯愁 莫森的友善和乐于助人为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没有丝毫犹豫 阿祖法立刻接受了莫森的帮助 坐上了他的卡车 一同前往曾经的家园 尽管那里已经变成了废墟 但在阿祖法的眼中 他们依然是重建新家园的宝贵资源 而在此之前 勤劳的阿祖法已经从废墟中 挑选出了大量仍然可以利用的材料 并把它们堆积在一起了 随着两人的默契配合 将最急需的物品 小心翼翼地搬运到卡车的后箱 阿祖法的脸上洋溢着感激的笑容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和对莫森的深深感谢